大家早安 持续来看到以哈战火 现在战争打了超过半年 以色列轰炸哈马斯也导致加萨陷入人道危机 上万民众流离失所 而最近又传出了一起悲剧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就指出 有一名怀孕30周的巴勒斯坦妇女 她遭到乙军的空袭身亡 那么医生只好紧急破腹 产下一名1.4公斤重的女婴 那么根据女婴家属表示 她的母亲生前是想要以罗赫来帮她命名 该字在阿拉伯文中的意思是勇气 不过这个女婴一出世就成孤儿 令人不顺唏嘘 那目前呢这名女婴她被安置在拉法当地的一间医院 目前呢还在保温箱内观察她的情况 那么加萨人道危机受阻的同一个时间呢 战火也未停歇 巴勒斯坦当局指控以色列的军队 在20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 导致有14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那么这也是过去数个月来 约旦西河岸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事件之一 那么针对乙军疑似是在约旦河西岸犯下的 侵害人权行为 美方现在很有可能就此减少停止补贴 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她也强硬的回击 他表示拒绝接受任何国家对以色列军队的制裁 我将会拒绝在击败的军队 我们的船部和我们的船部 我们的船部 如果谁觉得他能够撤了尽账争在约旦河 我将会拒绝在任何力量 我们的船部 我们拒绝在他们的船部 我们拒绝在他们的船部 一起拒绝 然后在祖室 一起拒绝 那么可以看到 纳特亚胡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 而同时以色列的军方 他们也公布在约旦河西岸 军人持枪进入建筑物的攻击画面 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就发声明指出 目前不知道部队是会遭遇何种的制裁 但是由于乙军他们在约旦河西岸 被指控对八国人民犯下严重的暴力 还有侵害人员行为 美国媒体就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很有可能预计在未来几天 就会针对乙军他们来提出这个行为 是会提出制裁的行动 但事实上美国众议院20号的时候 才刚刚批准对以色列 乌克兰 还有印太地区一共是950亿美元的拨款法案 那么现在之后专家就分析了 尽管这个法案是被称为援助法案 但实际上根本就是拨款法案 认为这个法案顶多是在援助以色列 其余的部分和援助其实是相去甚远 那么聚焦在对乌克兰还有对以色列的援助上 首先看到这个法案是众议院批准的这个法案 预计参议员他们在23号通过法案之后 先是众议院再来参议院通过之后 就会由总统拜登来正式的签署 就会正式的生效成为法律 那么当中美国众议员他们是以366票赞成 58票反对通过了对以色列提供260页美元 那么这个票数是以压倒性的笔数通过援助法案 专家都分析以色列到底现在他们对于美国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 他认为以防在巴勒斯坦建国一方面是在二战的阴影之下 犹太人他们确实是需要建国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美英列强 他们在加强中东这一块产油重地所布下的一个棋子 来制衡阿拉伯人 而美国现在强大的以色列游说团 在两党政客中是所向披靡 这一点其实在这一次原意的压倒性笔数 其实就可以足以显示 但同时间中外媒体就披露 在人道危机上刚也可以看到 以色列对于巴国人民他们的灭绝行动 就外媒指出的 这个灭绝行动现在是已经近乎疯狂 那么报道就揭露 军方他们甚至是用人脸的技术 AI技术的这个辨识系统锁定哈马斯的成员 刻意是等到他们回家之后 在定点的轰炸 目的其实就像总理那坦雅虎他说的 他是要歼灭哈马斯以及他们的全家人 而且是以试图是想要断绝给难民他们的粮食供给 遇害的34,000名的8人当中 绝大部分其实也是老弱妇孺 而在援助乌克兰的610亿美元法案上 华盛顿邮报19号的时候 更引述了不具名的官员表示 现在五角大厦他们已经准备好 要提供乌克兰大批的武器 而且是不用一个礼拜就可以交付到乌克兰 莫洛斯政府他们就痛批了这个行为 美方此举是加剧了全球的危机 那么英国媒体指出 现在乌克兰他们有了这些弹药之后 接下来他们就不需要节省炮火 或是可以尽情地开火 大幅地降低俄军今年获得重大进展的机会 那当然这也意味着俄乌战火也是离看到尽头是越来越远 目前原屋的武器可以确定的是 是会有乌军急需的弹药 当中就包括北约通用口径的榴弹炮 所用的155毫米的炮弹 还有是中程的火箭弹 还可能是会向乌角大厦表示 很有可能是会向乌军来提供最新最新的一个防空系统 这个是乌军他们现阶段最需要的 因为有了这个炮弹 他们就可以攻击的是俄罗斯他们的基础设施 对乌克兰来说他们是迫取需要 而这些武器可以在一周就可以抵达 而且是可以供乌军他们一年来使用 但事实上专家就指出这个拨款中是有三分之二 实际上都是用于美国的军事装备 所以这也等同让美国的军工产业是可以趁机 援助的同时他们可以再一次的打转一笔 这也就是为何会有援助法案 实际上是和援助相差甚远一说 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法案是在52岁的议长强生 他的代理之下通过 但是他的立场其实是在前后是有很大的转变 他曾经是强烈的反对援助乌克兰 甚至是连续好几个月都挡下 针对这个有关业案的表决 但近期他的态度开始软化 接着是热切的支持援助乌克兰 惊人的这个态度转变让大家是磨不着头绪 CNN就指出了这也正是强盛 他被视为闯关成功的重要因素 因为他是展现了政治勇气 那么尽管他现在这个法案是获得了很多美国媒体的赞扬 但是强生他的立场转变 也让共和党内是很多右翼 他们是非常不满 原谅是要对强生发起罢名行动 I do not support Mike Johnson He's already a lame duck If we have the vote today in our conference He would not be speaker today He's already a lame duck He can't raise money Everyone knows it We know we can't win the majority next year without raising money He can't be speaker He doesn't have the vote We want him to resign And to announce his resignation So that we don't go speakerless for a period of time The honorable way for him to leave right now He's to announce his resignation And ahead of time And give us time to replace him We prefer not to go into that loop Like we had last fall 好 中国大陆公安机关 昨天从柬埔寨押借了 135名涉嫌诈骗的嫌犯回国受审 那么两架包机在凌晨时分 降落在湖北武汉的天河国际机场 135名中国籍涉堵诈违法犯的嫌疑人 被我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借回国 截至目前柬埔寨警方抓获的680余名 中国籍涉堵诈违法犯的嫌疑人 已全部被我国公安机关押借回国 而以色列死海附近的沙漠里 在周末有人发现一枚巨大的飞弹残骸 这应该是一个星期前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空袭的行动当中所掉落的 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残骸就躺在沙漠中央 部分变形 但是飞弹上面的英文跟阿拉伯数字编号 还是清楚可见 有不少人到此来打卡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